大家好,欢迎回到出目手工皂,我是一君 我们在手工皂哪种油好用,实验四种不同油这一单元 介绍了手工皂好用的三个要素 泡沫、硬度、舒适感 并分别以橄榄油、澳洲胡桃油、酪梨油、米糠油四种油 搭配椰子油和棕榈油,做成了四种肥皂 要来测试它们在硬度、泡沫、舒适感这三要素方面各有什么特色 我们在上集介绍了如何一次只做100克,也就是一颗肥皂 并且完成了这四种肥皂 在这次的下集中,我们要来测试经过四周的熟成后 这四种肥皂的表现如何 要先跟大家说明的一点是 我的这个小实验只是为了自己在未来作造时 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依据而设计的 我并没有精确的仪器能测量出精准的数据 只能用手边的小工具,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判断 得出我所能理解的结果 但我相信这个小实验仍然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 另外一点是,我用的是我手边经常使用的油品 并不代表每一家厂商的油品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因此你的实验可能跟我的会有所差异 例如这次实验的橄榄油 我使用的是特级出榨橄榄油 本身就含有较多的不简化物 它和精致过的纯级橄榄油 在硬度方面就会有所不同 所以先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 在硬度方面,四种肥皂摸起来都非常坚硬 感觉上米糠油做的皂是其中稍微软一点的 我用指甲去刮四颗皂的表面 透过指甲在肥皂上产生的摩擦力和抗力 去判断四种皂哪一种的硬度最高 硬度最高的我以1来表示 最低的以4来表示 大家可以透过画面 试着去感觉皂的硬度 我所得出的结果是 最硬的是出榨橄榄油皂 其次是澳洲胡桃油皂 再来是米糠油皂 而最软的是酪梨油皂 再来是易融化度的测试 我用削果皮刀在四种皂的表面刮出各3克的皂 将这3克皂浸泡在15克 摄氏27度的冷水中 水刚好淹过皂的表面 经过一段时间后 看四种皂各自融化的情形如何 经过40分钟后可以看到 初榨橄榄油皂已经散开有融化的情况 用手指去捏可将部分的皂化开 澳洲胡桃油皂和初榨橄榄油皂的融化情形相似 酪梨油皂融化的程度最高 整体已经变成膏状、胶状了 米糠皂有部分皂化开 但融化的程度不如初榨橄榄油皂 再经过40分钟 也就是共经过80分钟后 可以看见 很明显的酪梨油皂已经完全化掉了 初榨橄榄油皂已经散开融化 澳洲胡桃油皂也是 米糠皂有散开 但感觉有大块的皂沉在下方 最后再经过8小时后 我再观察原本泡在水里的皂 初榨橄榄油皂的皂液变得很浓稠 澳洲胡桃油的皂液就相对比较稀 流动性较好 而酪梨油皂几乎变成膏状的无法流动 米糠油皂的浓度跟初榨橄榄油类似 但米糠油仍有些皂还未融化 因此若以一代表四种皂中最容易融化的一种 四代表最不容易融化的一种 那么可以看到四种油中 酪梨油是最容易融化的 再来是澳洲胡桃油 再来是初榨橄榄油 最不容易融化的是米糠油 如果我们将这四款油在硬度和易融化度上做一个比较 可以简单做成这个表格 我们先看到初榨橄榄油 它的硬度是1 它是四款油当中最硬的哦 那么它的易融化度是3 所以相对来说 它并没有那么容易融化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用初榨橄榄油来做肥皂 可以做出耐用度蛮不错的肥皂 再来是澳洲胡桃油 它的硬度是2 嗯,它也算是蛮坚硬的 但是它的易融化度也是2 它也蛮容易融化的 所以比较起来 用澳洲胡桃油做出来的肥皂 可能就没有初榨橄榄油那么的耐用 再来是酪梨油 我们看到它的硬度是4 是里面最软的 而它的易融化度是1 四种皂中它是最容易融化的 所以呢,酪梨油做出来的皂呢 相对上来说 可能就没有那么耐用了 最后我们看到米康油 它的硬度是3 而它的易融化度是4 所以以四款油来做比较的话 米康油做出来的皂 虽然它的硬度没有那么硬 可是呢,它的易融化度很低 最不容易融化 它的耐用度是还算可以的哦 再来我们要做试洗方面的测试 测试的项目有两个 第一个是肥皂的起泡力 第二个是肥皂的洗感 也就是肥皂的舒适度 在这两项测试呢 我们都透过描述的方式 来呈现它的结果 起泡力的测试 我们分别测试四种灶 在冷水与温水方面的泡沫如何 冷水大约是摄氏27.5度 温水大约是35度 在冷水的起泡力方面 出榨橄榄油一下子就产生非常多 而绵密的泡沫 而且泡沫很持久 不易消失 澳洲胡桃油的泡沫较大 也容易起泡 持久性也不错 酪梨油的泡沫也算大 但泡沫的质感比出榨橄榄油更为蓬松 米糠油的泡沫相对较小 也较少 在温水方面 出榨橄榄油的泡沫多而厚实 澳洲胡桃油是很容易起泡 但它的绵密感不如出榨橄榄油 酪梨油的泡沫是蛮多的 而米糠油的泡沫较小 总结来说 出榨橄榄油在冷水中泡沫绵密 在温水中泡沫厚实 澳洲胡桃油 它在冷水中的泡沫很大 在温水中呢 较为细致 酪梨油 它在冷水中的泡沫蓬松 在温水中它的泡沫量是蛮多的 米糠油 它在冷水和温水中的泡沫都很小 有关洗感 也就是肥皂舒适感的测试 我们分别测试四种 造在冷水、温水、热水中的洗感如何 并尝试加以描述 冷水为摄氏27.5度 温水为35度 热水为37.5度 冷水洗手 温水洗脸 热水洗澡 在这里我就不放我洗澡的画面了 而为了测试的方便 洗澡方面 我将我的身体分为上下半身 以及左右两边 再分别用不同的灶来洗 并加以比较 我们看到 初榨橄榄油 它在冷水中洗感非常的清爽 而在温热水中 它的洗感是很滑顺又滋润的 澳洲胡桃油 它在冷水中的洗感是温和又舒适 而在温热水中 它的洗感是细致清肤 酪梨油 它在冷水中 洗感是湿度高 而清爽 而在温热水中 它的洗感类似高级的润肤油 而且洗完后完全不干涩 米糠油在冷水中的洗感是蛮滋润的 但是它在温热水中的洗感反而较不清肤 感觉是比较色的 最后我们将以上四项测试 整理为一张总表 我们来依据这个表格 做这次测试的一个总结 这次评比的四种油 都算是手工皂很常见 拥有高比例的油酸 而且能增加肥皂舒适度的油 我们这次的实验发现 在上集制作的时候呢 初榨橄榄油 脆死的速度是最慢的 其次是澳洲胡桃油 再来是酪梨油 而米糠油脆死的速度是最快的 四种油做出的肥皂 都具备造体坚硬 容易起泡 泡沫充足又好冲洗的优点 在洗感方面 四款油的洗感都很不错 但是它们彼此之间 还是有一些差异 其中米糠油 它的泡沫是四种油中最小的 它在冷水中的表现 要比在温热水中的表现 更为优异 在温热水中 米糠油洗后的感觉比较色 比较不轻敷 但是它在冷水中却显得滋润 而且米糠油的耐用度是很不错的 如果考量米糠油的价格比较低廉 我个人认为米糠油 用来制作洗手的肥皂 会是很好的选择 而澳洲胡桃油呢 则是无论在冷水或温水中 它的洗感都非常的温和 尤其在温热水中 它的洗感更为细致轻敷 就像乳液一般 我觉得澳洲胡桃油很适合 用来做给小孩子洗澡使用 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 也可以用来做为洗脸的肥皂 而一般来说它的价格比较昂贵 那么初榨橄榄油 它在冷水中的洗感很清爽 而在热水中 它的感觉是比较温和 滋润又滑顺 它可以作为一般成年人 洗澡洗脸都非常适合 最后则是酪梨油 酪梨油在冷水中它的洗感比较清爽 在热水中则有非常高级 如润肤油一般的质地 但是它的硬度比较低 而且又容易融化 加上它的价格也比较高 所以我认为呢 酪梨油适合用来做 保养洗脸用的肥皂 或者是给皮肤比较干燥啊 敏弱剂的人 作为洗澡使用 会感觉相当的滋润舒适 以上就是这一单元 手工皂哪种油好用 实验四种不同油的测试结果 经过这一次的实验 虽然说不是非常的严谨 无法得到精确数据 也不一定一体试用所有的情况 但我还是对这些油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更清楚 未来我可以如何应用这几款油 设计成满足不同需求的肥皂了 未来我将运用我在这一单元中 所得到有关这四款油的知识 设计成四种不同的肥皂 并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追踪这一系列的影片 那这一集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按赞留言和分享 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